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車款 當然是RAV4的五代了 那這一款的RAV4五代是幾乎 是目前新車掛牌率的第一名甚至是第二名 因為缺車的關係所以才會變第二名 那不然都已經超越Artist了 那這款車的本質畢竟還是休旅車 所以開起來的感覺會比一般的轎車還要來的搖晃一點 可是它的底盤已經是改成是TNG2的底盤 已經比前一代的整體的操控感穩定很多了 但是原廠的設定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它的拆起來的話很多的駕駛人 本來是開其他車系的或者是本來是開轎車的 換了這一台很受歡迎的RAV4之後 都常常有跟經理或者是跟其他的車友反映說 這台開起來的感覺會後座的乘客很容易暈車 那今天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我們來改善原廠懸吊系統 太過於搖晃太過於舒適的一個感覺 所以改了KT 避震器之後 這樣的感覺會改善的非常非常多 那這一款車我們最近的KT的銷售狀況非常好 最主要是車友們有幫我們分享 那也加上北區中區都有很多的車友 熱心的很願意給車友們來試乘 試乘之後都覺得KT的參賽還不錯 所以才多多幫我們有再幫我們推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介紹一下KT今天的一個改裝的一個細節 我們先來介紹原廠避震器的部分 原廠的話它跟四代的話已經不一樣了 前面的話其實差不多 前面一樣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麥花城的主架構 就是它是彈簧跟避震器是一起的 那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上座的下方有一個軸層 它的避震器還會負責轉向 所以它前面避震器的作動 會比後方的避震器還要來的辛苦一點點 後方的避震器彈簧跟筒聲是分開的 它的筒聲就傻傻的做往復式的活塞運動而已 但前面不一樣 前面還要負責轉向 那它前面的上座很特別 這個四代的八代也是進口的Camry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跟這個很接近 它的上座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鏡頭從這邊拍過來的話 這邊是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的避震器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個斜度的話 KAT還為了這款車 專門做這個專用的斜度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有的其他廠牌的設計 它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這台車還那麼新 這個上座一定還不會壞掉 但是如果車靈久了一點之後 也許有可能車友們看到這支影片 可能是三年五年之後 那到時候這個上座也許已經快掛掉了 那如果再拆來KT的避震器來使用的話 恐怕衍生出來的意義 就很難釐清是KT避震器的問題 或者是原廠上座的問題 所以改KT的話不用煩惱這樣問題 有問題就是KT的問題 因為全部的東西都是KT的 所以這個在計時的操作上來說的話 也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因為這台車像是它前面的上座 它的軸心有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的話 在安裝的時候 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就有一個特殊的方向性 如果方向不對的話 就容易會造成異音的狀況 甚至是其他周邊的零件 壽命會縮短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 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是會造成計時比較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KT的話 就直接有附一個上座 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那它的原廠的避震器 也是日本大廠製造的 是日本的TOKIKO製造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剛好有一個LOGO 這個是也是日製的避震器 並不是授權台灣的永華 或者是其他開發製作的 這個是 開發不是 開發新車種的開發 開發工業是一個台南 也算是台灣上市公司 很大型的製造避震器的公司 那這個TOKIKO就是日製的 純日製的 那它的避震器的行程 其實會比一般的 我們來舉一個同級車艙 會比較的好了 HONDA的CR-V5代 CR-V5代它的避震器的擺臂位置 就是比較偏向外側 所以它的行程會比這個長很多 那這個TNGA的底盤 它的擺臂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行程是比較短的 那比較偏向支點 就像是四代的 Bravo一樣 它的筒身是斜的 所以它的阻尼尺很硬 但是這一套的阻尼紙 它其實應該要做得更硬一點點 可是它的阻尼 還是比較偏向舒適 所以這個阻尼的話 算是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個饅頭 它這個是防成套加饅頭 其實它的饅頭很長 在這個裡面 如果我把這個往內折的話 它的饅頭的長度 大概這麼大一大截 好 這個饅頭這麼大一大截 在扣掉它原來的行程作動 所以它在日常行駛作動的行程 其實所剩不多 那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經理就比較不建議改裝短彈簧 因為短彈簧它會再吃掉一點行程 剩餘的行程其實不多 有的車款的話 像是Camory的話 五代 六代 七代 它的行程前後都是賣花承的 那種的避震器的形式 改裝短彈簧就沒有關係 但這一套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不建議 改短彈簧的形式 這個是後方的筒針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很長 它是用一個 低公斤數 但是靠預載的方式 去做一個設定 那KT的話 後方的彈簧是配置 230mm 23公分 6公斤的規格 前方的彈簧更特別了 因為這一台經理一開始有講過 這款車 畢竟它是修理車 所以我們不會把它設定的 太過於競技化 前方的彈簧的話 我們才配7公斤 而且並不是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有很多 像前幾天經理有在板上看到 有其他的車友 分享是日本RSR的避震器 這個一套避震器 也大概五六萬塊 也不便宜 但是RSR 它也沒有針對這台車的前面 在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那KT的話 是為了這台車 我們前方打了一個 燈籠狀的彈簧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它的 這裡的寬度會更寬 那寬度更寬 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是修理車 我們如果把它做直捲式的彈簧的話 它的操控一定會好很多 可是它的舒適度的話 恐怕就會犧牲掉一點點 但是我們打一個燈籠狀狀的話 它在壓縮回饋的同時 它的力道不是直上直下 它會有一部分往兩側來釋放 所以它的前攤簧 用這個形式的話 它的回饋力道就會變得比較舒適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食品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方安裝好的部分 好了 這邊 這邊好了 好 那這邊有電燈嗎 好這裡有電燈 那改了KT之後 除了車高的設定 可以依照車友的需求來改變之外 主尼的軟硬度 也能做改變了 像是如果要調硬要調軟的話 我們可以靠這個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從這個地方 往順時針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後面避震器的軟硬值 從這個地方 那它的彈簧 在這裡 230長6公斤 彈簧下方的話 有一個調整基座 這裡有一個基座 這個基座的話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是靠這個基座來調整的 那這款車如果 車高有要降低幅度比較大的話 就建議車我們要改這支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台車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有一顆偏心螺絲 在下支臂的內側 它可以做豎腳微幅的改變跟調整 那如果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的輪胎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改裝鋁圈也很漂亮 這個是炫壓的喔 好 當我們車高降低之後 它輪胎的這個角度 正常來說是這樣 它降低的幅度越大 它的Camber 它輪胎的傾斜的角度 會變得更趴 那到時候輪胎這一側 摩耗的速度就會 比這一側還要來得快 那一般來說我們會叫吃胎 假設這個一般的經濟胎的話 它有辦法摩耗四萬公里 可是定位的角度不對的話 Camber的角度過趴的話 它可能這一側兩萬公里就摩光了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輪胎也相對 會比較浪費一點點 所以車高有降低的話 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就可以藉由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來改變這個角度 那做到車高降低之後 我們把這個角度再做回來 原來車高還沒有降低之後的角度 它輪胎的模號就會很漂亮很正常 所以如果車高有降低的車友們 建議大家就要改裝這個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有人說不改會外翻一些 不改的話外翻 外翻 對喔 它原廠的話我猜 這一個後面的Camber角度的話 大概在一度到一度半左右 那如果降低的幅度越大 之前有車友是降低大概到兩指幅 那這個非常低了 兩指幅大概剩下三公分 這台車如果以原廠輪胎的話 它的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後方的話正好是十公分 前面的話是九公分 因為經理做這台車做了很多 車友很膨脹 所以我都把這個數據背下來 好 那假設後方是降低剩下三公分 那等於是降低了七公分 降低的幅度很大 所以那時候的一個Camber角度的話 已經超過兩度了 那超過兩度的話 勢必啦 會造成輪胎內側磨耗比較快 當然有很多 對車子很了解的車友 會告訴經理說 那我們用原廠的偏心螺絲 投影下去修就好了 可是 用投影下去修的話 它的輪胎磨耗會變得比較快 但是 有可能啦 有可能不會吃輪胎的內側 可是輪胎磨耗變快了 那一樣是不經濟啊 所以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的話 如果 車友們用車的頻率很高 像一年開個兩萬公里 一年半兩年 就得換一套輪胎 那如果像這樣 用車頻率比較高的車友 車高也要降低的話 甚至 沒有要降低車高 其實也可以裝 我們可以把後輪的Camber角度 做得更漂亮一點 因為 後方的原廠彈簧 它久了一樣會變低 或者是說 它 底盤底下 再有其他的橡皮機件老化了 它的角度一樣會跑掉 那到時候就可以藉由這個 仰角調整器 來調整出適合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是 如果 用車的頻率很高 都是很適合投資的一個 底盤改裝品 那個對操控的話 完全沒有任何的幫助 但是在定位機上的話 可以定位出很漂亮的角度 如果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一直詢問喔 好 那我們再來繼續這個部分 後方的話 仰角調整器是這一支 那下方的話 這裡還有一支連桿 這個連桿的話 其實就是 當原廠的 這一顆偏心螺絲 角度投印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改裝這一支 那改裝這一支 柱角調整器 它的柱角 就能做出 更大的一個調整範圍跟區間 好 那後方的話 後方還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就是這個桶聲 它的調整的長短度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即便沒有改KT的 是改其他品牌的話 再安裝的一個特別的技巧 也都是在這裡喔 它的後方的彈簧是230長 那這個桶聲 我們如果把它說得特別特別短的話 它的彈簧23公分 就有可能會整個都逼住了 那勢必怎麼調阻鈴也好 或者是說 也有可能會造成異音 那桶聲的周密也有可能縮短 所以這個後方的彈簧 千萬不能把它預載過多 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這個是後面 ROPPER5代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喔 今天車友還有加裝 這支的引擎式的拉桿 這個是Summit的 龍影的產品 這個拉桿 還有加裝這個拉桿 那它的上座的話 有斜度的話 如果鏡頭從這裡的話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有裝這個看不太出來 它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它上座需要做出這個專用的斜度 KD的話就有附這個上座 也有做出這個應該要有的斜度 那在這個上座的中心點 它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調整 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前方的阻鈕值 那調整的秘訣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 我們需要把前面的一個 整台車的一個胎壓 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原廠的話我們在駕駛座 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 它就有原廠胎壓的建議值 大概一般都33到36左右 好把胎壓設定正確之後 我們再來調阻鈕 那調阻鈕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不一定要對稱 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調整阻鈕的兩個步驟 那這一條彈簧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它是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大圈徑的彈簧 除了比較舒適之外 它在彈簧跟彈簧之間的距離 也會因為寬度拉大了 所以這個行程就自然做得比較大 像是這個行程會比直捲彈簧 大概還要多出個30%的一個 作動的幅度的行程 所以當然它乘坐起來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至於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這裡有油管 這個是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這個是原廠前面 ABS感應線的固定點 它還有一個A固定點跟B固定點 這些KAT都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都有符合原廠相關的安全規範 那這裡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也是直接啊 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用再多花費用 改可調式的或者是改強化的 因為原廠離載串其實品質 就相當的不錯 那也許有可能開了大概3、5年之後 這個離載串有可能需要做胎換 那有沒有比較方便呢 就直接換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到時候計時就比較不用傷腦筋 因為這個都是跟原廠的規格 是一樣的 好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後面簡單囉 前面的車高調整 是靠這一個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整體的長度啊 就能調長跟縮短 縮短的話車高就變低了 所以它能 它這樣的設計叫統身可調 那統身可調的好處就是 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寬 而且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 去讓它側高變高 有一種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 讓側高變高 可是壓縮彈簧之後它的公斤數就變高了 所以乘坐感覺的話就會稍微有差異 所以這個這樣的調整方式的話 它的調高跟調低的話 整體的乘坐的感覺的話是都差不了多少的 另外KT的用料也都相當的不錯 像這款車的話 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M包 剛剛忘了介紹了 這個大包的話超級超級 密合度的話 我剛剛車子繞了一圈非常非常棒 像這個比較日系的一個改法 這款車的話應該有車友詢問過日本的Tim的品牌 它是一個草綠色的 一個日本還蠻不錯 日本最大的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它是Tim 那Tim的話它的品質很好 它所使用的油風 攸關到避震器最重要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Ruffle的車友 對NOK這個品牌比較陌生 因為這個品牌的話 在工業界裡面是相當的有名氣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可以打一下 NOK 油風 或者是NOK的ORIN 來Google一下它是日本幾乎是最大的品牌 Tim的話使用的是NOK的油風 KT一樣使用的是NOK的油風 所以整個一個壽命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裡面填充主尼友的部分 主尼友的重要性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那KT裡面所使用的主尼友 是用意大利 它是一整桶進口IP的主尼友 意大利IP的主尼友 他沒有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像有一些油品 可能在金屬的湖口 或者是在台中的無期之類的 它有很大型的一個 這個是合法授權的 來台灣在做混裝 但是混裝的油品的話 它的穩定度也好 或者是成熟度可能 我們還是比較信任它 從意大利進口來的一個油品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都還是用這個意大利的油品 那唯一的缺點可能是 它的單價會貴了大概三倍左右 那油風的話 好像大概六到七倍左右 那這個單價 連接的單價都不便宜 可是能營造出來的是 比較高檔的一個 應該要有的水平 那這樣子用的好東西 我們在這裡跟車友們來介紹 也許我覺得就好像是經理老王賣瓜一樣 沒有任何的說服力 那比較建議的方式就是 車友們在比較避震器的時候 很推崇的方式就是 如果我們有一樣的車款 那一樣是裝KT的產品 來試乘的話 那應該是一個最客觀的比較方式 試乘之後也覺得滿意 我們再來跟KT的小編接洽就好了 那我們在KT的北區經銷商 還有KT的中區經銷商 還有南區的KT的店家 都有分別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試乘滿意後再來考慮就好 因為現在做偏心證太多了 所以很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來KT來試乘看看 那如果針對剛剛介紹的影片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請車友們不用客氣 再請私訊我們跟我們聯絡 有問題喔 有說T牌的避震器幾乎都是低桶生 T牌的喔 T牌的話是Tim對吧 Tim的話其實都不錯 可是Tim的話 它的分的級距的話還蠻多的喔 如果Tim的話 它的比較高檔的一個設定 像是其實Tim 大家都以為它是單桶對吧 可是不對 Tim的話它有分副桶 有分單桶 有分外掛單機皮 有很多很多的系列 像是比較高檔的單桶 叫Mono Bask 它一樣跟KT一樣都是單桶式的設定 那比較一般的版本的話 它才是用壓縮檔桶的方式去調整車高 但是每一間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像Tim的話比較高檔的 它一樣是靠桶生可調 一樣是做單桶的設定 所以尋找避震器的品牌 尋找避震器的形式 說真的還是建議車友們 多多去比較 多多去試乘 這個才是會找到 自己想要的一個避震器 OK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下次如果有機會 再安裝Raffle的話 在社團裡面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